早安您好 人说英雄初少年 其实一个有才干的人 可以在年轻的时候 就展现他的能力 是 而任何一位 能够在自身的领域当中 有所成就 而且有服务社区精神的年轻人 都绝对足以作为 我们大家的楷模 没错了 这也就是符合 新加坡结出青年奖的精神 是的 这一项是设立在 1975年当时 新加坡最高荣誉的青年奖上 就是在这个七月份 颁发给了六位年轻的朋友 当中还包括了 著名的本地歌手林俊杰 没错 他在这个乐坛 可以说是相当富有成就 而且代言很多青年的一些活动 他获得艺术文化的 结束青年奖 另外在这个领域方面 还有社区青年服务 还有企业科技等等 包括了体育探险 也有人获奖 是的 一共是六位获奖者 而琪琪和金云 就访问了其中的三位得主 一起来看一看 这三位年轻的朋友 他们的精神 为什么值得我们的学习 早啊 您好 我们的摄影棚很高兴地迎来了 今年新加坡 杰出青年奖的三位得主 欢迎三位来到现场 首先呢 是这一届新加坡青年奖 艺术和文化得主 何子燕 早 子燕 早 以及新加坡青年奖 社区和青年服务得主 庄玲玲 玲玲 恭喜 谢谢 还有新加坡青年奖体育和冒险 奖项的得主 许圣龙 圣龙是非常优秀的翻船好手 首先要恭喜三位得奖 我知道是在不久前 从这个总统府 在国务资政 贾古马教授的手中 接获这个奖项 得奖的那种感觉和喜悦是怎样的 得奖当然吧 那圣龙你呢 获奖对你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获奖我就觉得很惊奇 因为我没晓得会赢到这份奖 从来没有拿过什么金牌 而是世界冠军 所以拿的时候 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们会选中我 久之我才了解 因为我问那些评判 为什么会选到我 他们就讲 是因为我做了很多东西 不只是翻船理想 但是还有做一些义工和创造一个生意 还有一起在同时念书 所以可能就为了这样才会得到这个奖 是的 新加坡的杰出青年 这个奖项呢 其实是搬给在本身的领域呢 有成就的这个青年朋友 另外呢他们还有社区方面的这个服务精神 而且可以作为年轻朋友的楷模 对而且他们很不简单哦 他们不只在自己的领域表现非常的优秀 今年呢主办者 也就是青年理事会 总共收到80份的提名 然后经过评审们 他们的非常严格的筛选 对蛮多年了 另外圣龙呢 去年曾经代表我国参加零发北京奥运会 那现在呢是本地的这个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在籍大学生 对不对 平时却非常热衷于翻船项目 是 有人说啊 在每一个成功人士背后呢 肯定有一个影响他很大的人 在你背后又是谁呢 肯定是我的爸爸 他从小都一直支持我推动我 是他introduce我去翻船 因为我通常都在东海岸 大小车 跑步呢 在沙滩上玩 有一天他就推动我 参加这个报名 参加这个游战场 所以从那里开始我就 通常到东海岸去训练 自己自己出去玩而已 有一天有一个教练 刚好路过 就叫我加入一个 training training squad 所以从那里就开始 真正的去训练 过去15年的对吧 过去15年的 我10岁那年 开始跟翻船分不开了 开始了 那么另外子彦你呢 在这段漫长的戏剧 艺术的道路上 谁对你的启发最大 就觉得 应该是我太太吧 就是做了艺术差不多 搞艺术差不多 九年了 那都是 都靠太太很 靠解 做艺术可能好像 每天没夜的都没有办法陪她 对吧 不会这么惨啦 就是 就是有时就比较 工作的时间就很不寻常 那而且我又好像每晚都做到很 很很吃吧 所以太太就挺挺挺 体量 但是我觉得好像做艺术也 做艺术还是做电影一定会受到其他艺术家的影响 所以对我来讲其他的艺术家是一种榜样吧 一种好榜样就一直激发我 是任何一类的艺术家吗 还是有特定的某一个艺术家 当然有一些特别的特定的一些艺术家吧 好像可能一些在外国的一些导演 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种影响 是 有没有特别一个某一个导演的作品 有一个苏联的导演嘛 就是俄罗斯导演 叫做塔可夫斯基 就生来自做了七部电影 但是每一部都是 经典之作 经典之作 你自己的作品呢 就是这个第一部剧情片 Here 此时 对 入围了康城导演双周 那接下来主攻电影创作 这部作品是不是你目前为止 最英语为傲的艺术创作呢 觉得就是拍摄电影就 需要很多时间 也很多人来帮忙嘛 所以对我来讲 可能这部作品是我 到现在最 引以为傲的一部作品 就是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人员帮忙 那当然能够进入康城也是一种很大的荣誉 因为好像导演双周就有很多我很喜欢的导演 都是被导演双周发掘的 我们摄影棚呢是今年2009年 杰出青年奖的得主分别来自文化艺术 还有社区服务以及体育冒险组 没错 那林林呢 我知道去年其实你刚刚讲到很感谢支持你的朋友 尤其是社区基层的那些朋友 但是他们也很担心 也很关心你的身体状况 因为我们知道你去年生了一场大病 对 但是他还是热心的奉献在社区 是尤其被诊断 患上这个初期的子宫癌 对 那么在得知自己患病之后 尤其在心情上 想法上是不是就很大的改变 其实我会有点担心 因为我在八月份已经知道 我有这样的情况 还有当时我手上还有很多很多 projects需要完成 需要完成的啦 所以我就开始打电话给我的基层领袖 还有我的国会议员说 怎么办 因为其实是有一点急啦 可是我就跟医生说 你可以帮我挪期 那个手术挪期到12月 让我完成全部的 手上全部的projects后 我才去动手术 所以还好情况没有太恶劣 对 就12月去开刀 所以还好就是 因为这些基层领袖 是有国会议员 同事 朋友 还有我的家人 尤其是我父亲 在我陪伴着我 才让我比较 比较容易度过这个难关 其实说到圣龙我们的第三位现场的嘉宾呢 在运动方面 刚刚说是偶然的机会之下 就是接触到帆船 你觉得这个运动员 可以怎么样的对社区做出贡献 尤其在启发年轻人方面 最重要是要做一个好榜样 给他们要表现出毅力 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运动所带来的优点 是培养我们在困难中 可以有这个毅力 找出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是对人生这条路是很重要的 这一点 所以从这 我希望可以做出一个好榜样 给我的那些小朋友 做一个 给他们一个 学习的榜样 让他们能够懂得坚持到一点 对对 因为这样 这样这个东西 不可以在书里面 补出来 我相信绝对能的 而且他们三位 在各自的领域 都非常的优秀 相信是大家学习的凯模 肯定是 今天的这段访问很高兴 邀请到的是 子燕 还有玲玲 跟盛龙 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了 你们获得 新加坡结束青年奖的得奖感言 也希望你们继续再接再厉 加油 谢谢你们